在临床上我们给病人检测维生素D的水平 99%的人都是低于正常水平 那1%不低的呢 都是在吃补充剂 可见维生素D缺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维生素D缺乏的后果非常严重 它对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几乎都有影响 今天我们聚焦在它对我们大脑的影响 同时我们要探讨一下 维生素D我们到底应该补充多少才算充足 会不会有补充过度和中毒的现象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去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这个维生素D对我们身体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它在身体的各种细胞上都有它的受体 因此对各个器官和系统有重要的影响 今天我们集中讲它对我们大脑的影响 那么这个维生素D在我们大脑的各种各样的 神经细胞上都有受体 但凡有受体那就有功能 那么它对我们神经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首先就是有神经保护的作用 它能够降低大脑的炎症 减少养化压力的应激 也就是说过多的自由基对我们神经细胞的损害 因此它对我们大脑有神经保护的作用 能够降低我们得阿尔采姆斯病和巴金森斯病的风险 第二它就能够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 所谓认知功能就是我们感受处理我们视觉的 听觉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把它整合成我们能够记忆下来的内容 那么维生素D对我们大脑的认知水平有很重要的影响 最近有一项发表在阿尔采姆斯病杂志上的研究发现 维生素D的水平和阿尔采姆斯病的风险是非常相关的 换句话说 维生素D缺乏的人的阿尔采姆斯病的风险就增高 还有一项研究是发表在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杂志上 那么他们发现在中老年人当中 如果维生素D的水平比较充足的话 他们的认知功能就比较好 第三就是维生素D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 它对我们大脑调节情绪的部分 像边缘系统大脑的前额叶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有研究发现 维生素D跟我们抑郁症的发生有很大的关系 抑郁症的病人常常维生素D的水平都很低 补充维生素D会改善他们的情绪 第四就是促进我们神经地质的合成 能够帮助我们神经细胞之间进行信号的传递 大脑是一个庞大的化学工厂 也是一个丰富的能量中心 那么这些都是要通过神经地质的合成传递来完成的 维生素D在这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感谢台积生机公司对我们这次节目的赞助 台积生机公司的太稳当是一个有多国专利的纯天然产品 它有三大特殊功效 第一它能够稳定糖尿病人的血糖水平 第二它能够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第三它能够降低身体的脂肪达到瘦身的效果 因为添加了冬虫下草和磷脂 还可以修复细胞的损伤 如果您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又更详细的介绍 维生素D这么重要 我们为什么会缺乏呢 首先就是我们在阳光下的机会太少 我们如果在户外的时间足够多的话 我们身体每天可以产生250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 换句话说 我们身体里面有25000国际单位维生素D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正常的需要 我们现在是做不到这一点 另外呢 维生素D在食物中的含量比较少 即便是添加了维生素D 它也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现在官方的维生素D的推荐剂量 每天只有400到800个国际单位 是远远不够的 今年一月份在营养学杂志上呢 专门有一篇文章建议呢 维生素每天的推荐剂量啊 至少是2000国际单位 那么还有人担心了 维生素D吃多了会不会中毒啊 会不会过量 这个方面呢 也有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 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 他们做了为期七年的研究 他们给病人呢 每天服用5000到5万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 连续观察七年 不光是他们的病人 还包括他们的工作人员 都参与了这个研究 那么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发现了补充维生素D 有很多好处 这些病人的情绪啊 关节炎啊 皮肤病啊 都有很多的改善 第二呢 就是发现啊 维生素D要达到一个有效的水平 这个过程很慢 他们每天服用1万个国际单位 连续12个月 才达到了正常水平的高限 正常水平是多少呢 每毫升30纳克到每毫升100纳克 他连续补充了12个月之后 每天1万个国际单位 才达到了每毫升96纳克 那么如果你继续补充 会不会不断的升高呢 也不是 到他们补充16个月时候 再检测 发现他的水平呢 达到了一个平台期 就是每毫升95纳克 最重要的是 他们有没有副作用呢 在所有的这些参与研究的人当中呢 没有产生任何副作用 他们还检测了 假装螃蟹激素的水平 假装螃蟹激素是调节血盖水平的 发现呢 这些补充的人啊 假装螃蟹的这个激素的水平反而低 说明呢 他对血盖的调节更有效 尽管如此了 每个人还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你已经有高血盖 或者有些慢性肾脏疾病 或者肾衰的病人 你还是要十分的慎重 对一个普通人来讲 每天补充2000到5000个国际单位 再加上200毫克的维生素K2 应该是非常安全和有效的 如果在这方面您有什么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 如果您对台积生技公司的 太稳当苦瓜生态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后面继续介绍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台积生技的 太稳当产品的工作原理和特殊性 请大家点击链接 身体的血糖水平一旦升高 它就会刺激一线 分泌胰岛素 这个胰岛素它就像一把钥匙 打开葡萄糖进入细胞的通道 让葡萄糖进入细胞 为细胞提供文量 那么如果我们身体里面 胰岛素分泌不够 或者细胞对胰岛素不够敏感 就会造成血糖的持续升高 那就是糖尿病 同时血糖还会转化成脂肪 造成肥胖 那么台积生技公司的产品 太稳当苦瓜胜泰 它是通过十多年 台湾医药大学的专利研究 在苦瓜里面提取的 小分子的胜泰 它的结构和胰岛素非常相似 换句话说 它起到了类似胰岛素的作用 把葡萄糖带入了细胞 降低血糖水平 同时给胰线减轻负担 让胰线得到休息和修复 太稳当中还含有葡萄糖耐受因子 它可以协同胰岛素 加速葡萄糖进入细胞 提高其胰岛素敏感性 达到调节血糖 减轻体重 降低血脂 腹部和肋脏脂肪 太稳当中还含有 桑叶的提取物 DNG DNG它是属于一种 α葡萄糖肝酶抑制剂 可以抑制淀粉产生的双糖 分解为单糖 达到延缓人体 对于葡萄糖与果糖的吸收速度 来起到抑制血糖升高 减少脂肪的作用 这个DNG和口腹的降糖药 结构非常类似 而且没有副作用 长期高血糖 可能会造成身体各种器官的损害 太稳当 添加了改善身体细胞 损伤的营养物质 其中 姜黄素可以降低身体的发炎指数 凝脂增强人体免疫力 冬层下早 可治朱须百损 补元气 可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循环的体系 环环相扑 每个环节都会互相影响 解决了整个闭环 人体才会感觉舒服 台积升级的太稳当 苦瓜圣态 就是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 才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它的回购率很高 太稳当苦瓜圣态 跟其他品牌的苦瓜圣态产品 不同之处在于 它的DN定序 小分子蛋白质定序圣态 萃取小分子专利定序 苦瓜圣态片段准确 单位含量高 所以效果好 另外添加了灵芝等综合配方 让它的效果更加显著 特别是复用三个月后 效果更加明显 作为思维健康的观众 你输入优惠码 SWJK 可以得到25%的优惠 购买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希望大家在使用之后 给我们提供反馈 感谢观看